这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美食之旅 在美国加州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退休老人 他叫苏向东 他有一项特别的爱好 那就是包馄饨 每天早上 他都会早早起床 开始他的馄饨制作之旅 他会先将面粉和水混合 然后开始揉面 揉好的面团需要醒发一段时间 等待面团发酵后 就可以开始擀皮了 老人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薄薄的馄饨皮 然后开始切皮 切好的馄饨皮薄如馋液 经营剔透 接下来就是包馄饨的过程 老人的手法非常娴熟 他将馄饨皮放在手心 然后放入馅料 轻轻一捏 一个漂亮的馄饨就完成了 老人说 馄饨的馅料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调配 他最喜欢的是猪肉大葱馅 包好的馄饨需要煮熟 老人会在锅里加入足够的水 等水烧开后 再将馄饨下锅 煮熟的馄饨口感鲜美 让人回味无穷 为了让馄饨各家美味 老人还会自制馄饨汤 他会在锅里加入骨头汤 然后加入各种调料 最后撒上葱花和香菜 一碗热腾腾的馄饨汤就做好了 老人说 馄饨是中国的传统美食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上这种美食 喜欢的年轻货 我会在锅里加入足够的馄饨 我会在锅里加入足够的馄饨汤